我们中担狗头上担胜 对面中担熬夜薄比上担剑末 这打起来差太多了 算还可以抓上上路带点蓝 上路这一集团可以打下来 感谢普通玩家老板的火箭 感谢老板 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 免碎 打着蓝箱这边得丢影 免得他过来偷影 这把这个阵容只能我们来C了 这老板这个月看了一万多关时 一万多分钟 你要点拨造型是吧 OK的 没问题 有点方说这一万分钟很难没有的 这不是游战场 这老板这个月看了一万多分钟 总装 这不是游战场 我平时被我们用到的 这本则是从前进化 这本则是因为 这本则是 Miss'似适的 这本则是什么 这个人可以解决的 这本则是因为 这本则是因为 这本则是正确的 这本则是不太难的 这本则是因为 世界则是对的 这本则是其手 这本则是不太难建设 这本则是我不太难化 这本则是不太难远的 这本则是不太难了 这本则是不太难处 哇 好 一 要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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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到要先去了 還好我第一時間往左帶了一下 沒想像 直接A他就好 別丟技能 他這麼壓線 這南槍肯定要去的 正常來講 哪邊壓線哪邊打也先到 有個陽尾他死了 沒壓線 我就喜歡這種無腦壓線的路 一抓一個死 他除非是能壓血線壓得很兇啊 不然他這麼壓線就是送呢 軍事壓線就等於送輪頭 沒什麼區別 你要壓線你一定要壓血線或者壓刀 這樣壓線才有意義 不壓血線壓刀的話 你壓線的話 只會讓對面自己打也抓不了 讓對面打也能抓你 他已經要跑了 抓不見魔 他待會要升6了 他已經要跑了 靠我的媽這個路線是來抓他的 他直接跑了 等一下吧 換邊刷這個剩他不會玩這個人 他這種功能型的英雄配合隊友就行了 他這種上下就打架沒有什麼必要 他這種英雄不好C的 要C就不要玩這種英雄 要C就不要玩這種英雄 不要玩這種英雄 不要玩這種英雄 又死了 又死了 熬夜波比天好抓的 這狗頭感覺玩得還行 大家晚上好 狗頭玩家也好 好玩 B3黃再來一個 A2要死了 來個W死 一會要上又不上的樣子 一會要上又不上的樣子 過來吃個果子 結果 比沒吃之前血掉的還多 一個Beast 一會兒 也好 會不會 看他 有 好 有 快 想要 他 會不會 這個羊尾死了 讓狗頭扛 讓他擋子彈 中拳 八弓 這狗頭挺會配合的 每次一給他下打指令 他就上了 這服從性極高 這不得多吧 我這把本來就一直在幫他抓啊 我這六個人頭裡面三個 兩個都是抓對面中的吧 前面我們幫他抓 他來幫我們抓很合理啊 這有什麼奇怪呢 正常來講就應該這樣 我幫你 你幫我 只是碰到太多不太正常的人了 導致正常的現場 你們覺得不正常 這是最不正常的 這剩有點狼 可以弄劍魔 我面具也有 這種隊友 幫他拿了優勢 他會擴大優勢 這是正常的隊友 把劍魔狗打斷 我面具也有 啊 劍魔狗 好 真的是设计师的轻敌了 什么时候噓啊 他E没那么快 这等级不高啊 等下寒冰跟布隆的大碗好了 来进来 这不连血还不走 这不是找死 我怕他不见了 哦 是熬夜波比 他回中路去了 这两个走了 我们假装走了 再绕一圈回去 他应该会来 我可以让收割马上好了 说要鞋子放一点吧 等南昌出来应该要打红 他红还没打完 来 护卫拳 到了 可以 还不护士 他就不分他塔的钱吧 给他自己吃好了 给他自己吃好了 我买水银鞋了 直接发窗嘛 我买到蚂子怎么看 我今天这个刺客 有多二十四十四十四十十五十五十十 我曾经来损了 你半圍的是流來幹嘛的 這種沒位移的英雄本來就比較怕瞎子 直接給他半了一了百了 給他技能了 不要買鬼叔,鬼叔會降低你的傷害的,不好用 你買鬼叔的錢拿來買髮酸的錢 你造成的傷害比他減的治療效果會更多 而且你減的治療效果只有隊友回復的人有用 你的穿透打所有人都有用 反而變成會減少你的傷害得知道嗎 重傷適合一些功能型的英雄出 或者輔助位出現在 把這個退身給他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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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了 我跟你講解 你要抬槓你就不要問了 那你就出就好了 原理都跟你解釋了 你又不玩遊戲 我天天玩遊戲的跟你講 老是有人對自己認知以外 都似乎保持著自己的態度 實際上去玩個幾把 你就不知道你到底說的對不對 主播說的對不對 不要看他回血多 你要打動他一套就給他秒了 你打不動他 他不需要回血 他也能殺你一樣的 有些人太 選擇相信這些表面上的東西了 應該已經死了 隨時給他燈 沒辦法 上海才是硬鬥裡 快點 雷 她會併 � firstly 而且你伤害高刷也快 出淡点中山屁又没有 现在所有中山装备里面 感觉只有反甲性能比较高一点 这蓝轻语都很少能用得上 这绿轻语很少能用得上 这版本的话 这红轻语跟蓝轻语比他厉害太多了 这个炼锯剑也没什么能买 以前有个版本炼锯剑挺超薄的 现在只有这个防甲是中山装备里面 信号比较高一点 他说这个装备 我们这边物理上还很好打 选一些大野魔刀 他没护击 可以来大轮 先把蓝轻语给他做掉了 退身跟反弹办怎么选 你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 你就只适合出退身了 你需要小技能冷却 你就出退身 你要只吃大招 或者你基础伤害高 我没关系给他们这个龙 他们也赢不了 回家再来个营业 不知道出装备的话 只适合出一些 比较万金油的装备 你要是战士就无脑出 心石就完了 这把可以窗头直接拉满 再来个孙暴宽永 像死哥那种就适合 直接出法轮办了 死哥就不要出退身 他主要说是 跑得很快 退身那点冷却 确实对他没什么用 而且你一般会点中极烈能长夜 他大好的本来就比较快的 现在小技能打对面都挺痛的 他没有机会被动烧对面了 好像一个大刀他已经死了 随时没给他蹲的话他就死了 一百多血怎么可能活得下来 没道理没死 我被动加面具烧 伤害一百多血肯定烧得死 我好像一直嘎 被包了全过来了 32层 算一下 32层的话 15层跟以前一样 高于15层的话 我加了17层 每层多加了4点 也就是说 我多了将近80点 伤害现在在黑暗收割 以前的话 应该是一个两百 两百五组 有这个点 这狗头直接来团就行了 这狗头杀的剑膜比较快 他没护甲的 这剑膜全是魔抗 这狗头杀的剑膜 你还要再打个红 前面还夸他不顾时的 夸了之后就不对劲了他 直接正面团就好了 我们有这个前排顶住 随便打 这一个大丢过去对面就接不了团了 26分钟打了5200黑暗收割的伤害夸张 果然蹭着黑暗收割太好蹭了 这个加完打到后期快 有点以前那老版本的感觉了 以前老版本就可以做到这种 打到大后期将近一万点伤害 就是以前可以拖的时间会比较久 动不动就四五十分钟已经 对了 老版本的黑暗收割我可以打一万多 将近两万伤害我都打过 对了 六千三 三十分钟不到 黑暗收割打六千三很夸张了 这黑暗收割加强的还是很明显的 打了五万七的雪 度尝语 要透 completel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表参与uni 明镜需要暗软 红架 再贏